好,下一套,這都是今晚的一套 又是你,魏娘 那不是魏娘,那個叫女裝 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你 魏娘是女生,但就說是男人的設定 女裝呢,男就算女裝 你不是後宮嗎? 殭屍啊 蛇羊是殭屍 這是雙屍嗎? 我只聽了很多百分之一 其實感覺上,一開始就很淡 我感覺上我是在打這個Skyfish的遊戲 為什麼? 因為坐在家裡那個死靈魔法師 看到這個戰略女裝很熟口面 那麼似曾相識的 不是Sabre裝嗎? 不是啊 有頭盔有胸甲,有手腕甲 毛口,一開始做毛口的,加個男主角 禁止接觸的死靈屍啊 不可以了 骨折 骨折 看上去男主角算是一個普通人 以一個普通人來做男主角 他是一個普通的喪屍 死了 死了 一樣的Dommy 但起初第一回合就出了 出了洛體小女 然後已經出了阿孝都拿出來 阿春奈出來 這個給男主角爆衫嗎? 還是自己爆衫的魔妝少女 什麼自行爆衫? 他說那些魔力被人吸光 當然要補魔力 補給他就行了 數不太明白 然後他說在他家補魔力很有效 吃飯吃完飯都不行 所以要吃其他東西 吃什麼呢? 都是白色就可以了 真是很奇怪 為什麼他引導都是這麼奇怪的方向 我看他好像閃一閃 又是穿不到衣服 那是慘得意 對著龍蝦仔 那你知道這些東西都是一瞬間的爆發 好像Saper而已 用完把決策去脫 這個時候做什麼? 補魔力 關什麼事 我看他幾集之內 都沒有什麼講話 如何補回魔力 其實他可以說多一點如何補魔力 做得一做就十分 那這個要等其他版本 又關什麼事啊大哥 趕去瘋了 越趕越租高 總之很簡單 用這個 我真的要出口了 我再聽 大家聽眾不需要你剛才那些對話 簡單來說 春海留在男主角的家裡 理由你不需要你 總之他就在那裡吃飯 有煮飯 有煮飯 有煮蛋 沒錯 他現在暫時最後一項 就是煮出一些很好吃的蛋 可以加上不少的麵包 另外還有另一個坐在那裡 那個就是邱 這個永遠都不發聲 只有在幻想上才會發聲 而且還要找另外一些星邱來背 大家就很期待 第三道 普通一件事 你要反擊 邱的幻想 被幻想 當時 男主角幻想的時候 是要這個 煤空的心態回想 那不是 那個男主角是煤空 是啊 那個男主角是煤空 至於你說 最新的達人 應該還出了一個 出了一個忍者 吸血忍者 那個又是你老婆 這個你介紹吧 好嗎 空暴最大 有什麼關 我叫你介紹的人 秘技是什麼 煙反 90 有興趣是煙反 特技是煙反 特技是生命 全部都是煙反 那不要問 為什麼會這樣 就說要出來找寫靈法師 去吸血忍者 不知做什麼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有人看到有買 我會有興趣是偽良 我的生命是偽良 我會有特技是偽良 我會有偽良 應該不錯 不要緊 下次舉個字 錄一次就可以了 但我想問 人質上面 男主角的人質 有些古怪 他真的受喪屍永世不死 如果這樣搞法 真的有時間去玩 理論上來說 被人打了十六百六 應該都要死 但他會砌上去 會叻個 那樣 那就要看看是哪一套作品的喪屍 你打遊戲都不是喪屍 都不死 應該有限度 用對死靈的光魔法會死 渣都沒有 灰都沒有 我想他這麼快 應該這麼說 我沒有看完 雖然不知道 但我猜不會應該有爆頭這些奇怪的東西吧 但他被人飛鏡扔爆頭 急到 正常人可能都不死 不是 飛鏡刺到很淺 正常人都不死 你說斷手 那些 你扔你 你扔他 你扔手前腳 那些應該還沒什麼 除了很多次 他沒有半截 他試過打紅人 難要斷 心臟和頭部分開 你錯了 你沒有看過魔法表演嗎 整天那些女生被人靠兩句都沒有事 他不是沒有辦法表演嗎 真的被人腳開了一遍 我覺得你用最簡單的感覺去想 總之他不爆頭就不死 你這樣去想 你記得第一集 那隻熊是插爆他的胸口心口 都沒有事 心臟不是問題 我想問 他好像那個魚蛋被人插在手上 這套東西都幾乎是血腥 看下去 一半就分一半而已 你要看血腥這套 這季還有一套V繩 我第一個感覺 我就會覺得 這套一開始看上去 好像破殺電視的感覺 就是 之前人家拿黃眼鏡 這次他拿電鋸 然後男子角總有理由不死 當然破殺電視不是不死 是死後有得回生 但這個更直接一點 不需要 直接就告訴你 我是不死的 你去看我 當然 你出來的時候 我就不一樣 第一集完了之後 已經沒有魔力 沒有魔力真的有電鋸 對 對 所以 最終 現在三個女哥 主角女哥出來了 我覺得他那個劇情 好像擺那個位置 擺得幾重 就是有東西看 就不是拿來笑 當然 學殺電視拿來笑 我覺得都好看 但他很明顯是 可能有個主線在 當然 我覺得 我覺得 比較關鍵 可能要看下一集 他要怎樣發展 因為其實現在 到現在為之 其實都是介紹一下人物 暫時來說 你會知道 那些人物有背景 在那裡 例如說 可能後面 應該有很大盤 我估計到 另外兩個 出馬來 有什麼學生 那些老師 不知道 有牽涉到什麼學校 又牽涉到什麼隱者村 那些什麼 不是狂說 卑忌有背景 卑忌有背景 卑忠有背景 這裏是空的 你這裏是放在這裏 所以說你不適合用單反 繼續 其實如果你說看整條路 都是要等下集來再分曉 算是這部來講為賣肉 算是這個時候 我覺得不是賣肉 我都不覺得 他只是正常 習慣有一些句 設定 可能會有一些 總有一些 對 兩個都是憑應的一句 很合理 我不管你說話 想著 你會不會是笑翻 笑翻 因為你看監督是上川州城 以前回巴加多 很正常 應該是笑翻 當然 如果你說頭兩集 我覺得 不是說去到很爆笑 當然 好像巴加多是五、六集之後 才可以突然講 對 所以我說 有些位置是幾隱密 他開的彈的時候 是幾隱密的 掉出來 是幾過癮的 但是 問題是 你維持下去 會不會只留在這個層面 還是會更加好笑 這個我比較著重一點 因為 以我的經驗來說 上川州城他寫的劇本 不是說不行 但他最厲害的 都是寫笑 什麼天體戰小姐 都是他 這樣 講回Opening 和ED 江州城 ED那個 算是挺有趣 山口李衛加 Manzo 那種藍聲 我覺得 很突出 突然爆出來 那種藍聲 很可愛 對 但是當然 那段 那段 出來後 但是 配出來 兩個撞奶 的聲音 算是不錯 醬薑汁撞奶 什麼 什麼 兩個混合好 好吃 你覺得好聖聖 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但是 剛才一句 今季的歌曲 不是說不行 但沒什麼特別爆出來 特別好聽 對 沒有你老婆唱的 我明白 有啊 SED 一手他馬上發狂 那首都可以的 叫他的聲音 可以的 夠好 那首不是教他老婆 原本很可以的 因為怕別的手出來 就不行了 對 所以沒出聲 沒出聲 沒出聲 明智 清楚的皮静 明智 人家說 但我看幾看好 這套東西出的 Figure 或者周邊 那三個女角 其實你是不是想要藝良那個 不是藝良那個 我說的是 那些應該是特典級的東西 如果你說不算那個 其實他賣的程度 我估計比IS 會很容易賣比IS 那種設定 IS會較為平板 但是他三個會有多些不同的特色 很難說 IS可以向機械人報應 對 還有IS他比較多範疇 因為IS 我就這樣一個人放出來 加上我的腹槍牙 放出來 有玩具玩 有武器 你說多好玩 就是可能 你想玩的時候 那麼像十二歲以下的玩具 你玩開那些十萬歲以上 你玩的定義是什麼 你玩的定義是什麼 還有我又說 如果你說周邊的東西 現在可能是現實上的 因為動畫本身的宣傳力很大 那你現在始終是播到第三、四集 很難說哪套會優勝 用我的角度來說 不對才算 薑絲應該是普通周邊的 多的 但IS應該是會 Figure一邊會贏 普通周邊就不算太集中 普通周邊的薑絲 可能Cospa 可能Toypad 但IS未必會很專注 那些東西 會專注於Figure一邊 或者是Community Set 那類的東西 正常有機設的話 其實應該要買Figure一邊的 你知不知道他作意不在這 他作意只是喉嚨吞耳 是嗎 那那下每個人都一樣 那倒是對的 我想找紫安佩也差不多 那又找紫安佩那一個 我去找他找他 找他找他 找他找他找他 有空的人過來 真的好 那這個差不多了 那一星期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